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全球化布局成型,董事长刘德英指出,日本雄本第一座厂将在2月24日开工典礼第四级量产,制程集中于成熟制程。 第二座已与日本评估完成,计划今年开工并导入成熟制程。 美国亚利桑那厂则会生产4nm,估计2025年下半年投入量产,第二座厂正在兴建中,最终制程则是美国政府补助进度,估2027年之后进入量产。 刘德英强调,海外厂的制程取决于客户需求以及时间。 欧洲厂布局马不停蹄,台积电表示,将与合资伙伴共同在德国德勒斯登建立以汽车和工业应用为主之特殊制程晶圆厂。 目前,持续与德国联邦政府、邦政府和市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官方承诺坚定,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动工。 除日美欧3D新厂,自今年第四季起陆续量产外,台积电亦扩大在台布局先进制程。 近日台湾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已在台湾中部的嘉义县太保市的科学园区设厂。 对此,台积电表示,设厂地点选择有诸多考虑因素。台积电已台湾作为主要基地,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持续与管理局合作评估适合半导体建厂用地。 消息人士指出,台积电已向主管嘉义科学园区的南科管理局提出100公顷用地需求,其中40公顷设先进封装厂,后续60公顷将作为1奈米建厂用地。 由于台积电用地需求超出嘉义科学园区第一期规划的88公顷面积,预计将加速第二期扩编,以臂积电进驻。 嘉义县行政部门表示,尊重台积电设厂地点决定,相信会有最佳评估,诚挚欢迎台积电投资嘉义,更欢迎优秀的人才来嘉义。 嘉义科学园区目前清洁能源充足,引力兴建海水淡化厂,为产业打造发展好基地,优渥条件绝对是首选。 台积电在1月下旬的法说会上称,台积电在台湾持续投资先进制程,支持客户需求与增长。 台积先进的3奈米的资本支出在台南持续,公司并准备2奈米工艺N2节点2025年量产,并准备分期投资,包含新竹与高雄,进而支持客户。 如同魏哲家所说,此外,台中方面地方政府支持也持续,台积电确信会持续在台湾投资。 台积电除新竹宝山外,将启动高雄厂第三座的2奈米晶圆厂的评估作业。 半导体业者分析,台积电计划在高雄设立三座2奈米晶圆厂,合计将重杂于2兆元投资高雄。 台积电表示,2奈米目前规划于高雄和新竹宝山,预计2025年进入量产。 高雄原先仅规划两座,然因客户需求强劲,伴随AI兴起,在HPC级晶片型手机应用带动,研议再多改一座2奈米厂,以满足客户之需求。 台积电指出,高雄厂为2021年11月宣布新设厂计划,前年已开工,进度良好,并已设有公共基础设施。 因为客户对N2产能强劲需求,基于高雄厂区晶圆22厂现有建设,计划将开始评估开发第三期厂区。 此外,三奈米台南厂、台中厂也都在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加码扩大投资台湾。 台积电杂照源资本支出投资高雄,高雄市政府回应指出,高市府会全力协助,让先进制程如期如至2025年量产,满足市场需求与后续扩大投资,落地高雄。 高市府与台积电保持密切沟通,将配合厂商未来第三座晶圆厂P3的规划期程与市场需求。 原区第一座晶圆厂P1相关工程均如期如致师所中,故于2025年量产,第二座晶圆厂P2已核准开工。 高市府强调,将携手台积电与南科管理局合作开发,针对台积电扩大投资进行协助对接。 水电需求部分,高雄不仅供电无余,将在天南紫与桥头两座再生水厂,以满足台积电100%再生水的生产需求。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分析称,客户需求非常强劲。 先进封装部分,尽管台积电2024年后段,先进封装产能倍增仍不足。 2025年将延续,台积电于该领域已有10年以上经验,无论是CoOS、3D封装等,未来几年年复合成长率至少达到5成。 根据台湾产业消息,ASML即将退休的现任CEO Peter Wenning和他的继任者Christophe Fouquet一月底前往台湾,与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副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举行会面,讨论两家公司的路线图,以及未来晶圆设备、订单等话题。 知情人士透露,ASML高管今年首次与台积电人士双方再次会面,两家公司均未透露具体谈话细节。 消息称,ASML高管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与客户会面,他们的亚洲之旅一直是最重要的,因为台积电、三星电子和一些中国公司都是ASML的大客户。 ASML高管此行的下一站,预计为韩国及日本,但是否会前往中国,目前没有确切消息。 ASML台积电近期都经历了管理层变动,ASML CEO Peter Wenning即将于4月24日退休,Fouquet已被任命下一任CEO,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也宣布将于6月退休,魏哲嘉预计为继任者。 消息人士称,ASML想要了解台积电的路线图,因为其在台湾、美国、日本、德国都有载舰和代舰晶圆厂,因此对DUV、EUV曝光机的需求仍十分强劲。 除此之外,ASML还希望了解台积电对ASML最先进的High-NAUV曝光机需求情况。 这种设备单价可达4亿欧元,远高于单价1.5亿欧元的普通EUV曝光机,可用于制造300米以下制成晶片。 知情人士补充,台积电正在仔细评估High-NAUV的成本效益。 台积电1月在美国上市的股票,成为当月在美国半导体指数中涨幅最大的股票。 该公司预计2024年的收入将增长20%以上。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谈及产业警惕时表示,今年全球经济及地缘状况虽然仍不明朗,不过仍旧看好,今年整体半导体产业产值仍渴望年增长10%,晶圆代工则有望年增20%,预估台积电在美元营收年增幅度将渴望较出又于20%的成绩单。 据悉,美国半导体指数在2023年上涨了65%,并在12月28日创下4233.73点的历史盘中高点,对人工智慧需求的乐观情绪提振了整体市场。 Engels & Snyder驻纽约高级投资组合策略师Tim Christie表示,对于基本半导体来说,这是一个供需关系的行业, 但我认为你会继续听到有关人工智慧的讨论,它将转化为许多这类公司的巨大收入增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